有立委提换 现在能够将国军队刺枪术来废除 因为认为这样的一个刺枪术 在现代的战争中并不合时宜 但是推幅委主委冯氏宽间 到立法院来备巡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所有战术运用的东西 都不可以废 你看我们的老的军人 都会权 都会武术 因为我们都有学过 像我就有学过 我们在幼校的时候就有学过武术 所以你们不要跟我打架 王世光认为 这样的一个刺枪术的战术办战法 还是不能够偏废的 同时他还打趣的说 他过去其实都有学过 这些武术的一个东西 还呼吁外界不要找他打架 那他今天其实也特别穿了 当时在汉翔的时候 所穿过的一个飞行服 上面还印上了一个汉翔的标志 甚至是还有现在最新的 一个高教基的徽章 他表示希望国人 能够来共同支持国防 同时也要向外界来彰显 他坚定去领导退府会的决心 当时在厨称的标志愿前面 感谢观看